数位科技让社会变化更快 各行各业都面临转型的议题 而教育能不能跟上时代 也让许多的企业主、家长跟着忧心 世界经济论坛2020未来工作报告 公布未来五年内最重要的工作技能 其中重要的软实力包含 分析思维、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 创意与原创性、科技的应用等 都是创客必备的能力 而台湾产业众多的隐形冠军 与创客的精神也很有关系 这样的底蕴在校园中也有重要的开始 过去几年许多创客基地与学校的制造者中心成立 透过资讯技术相互分享、动手实践 让孩子以动手做的方式发展自信心 落实孩子们在课内外的想法 让学生们知道为何而学 而Steam教育的心情 也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教育 透过跨学科主题的架构 学习不再只是片段的知识 而是聚焦某一个特定的议题 让孩子们练习用不同的观点切入 如何让孩子们不被机器人取代 除了拥有解决问题与创新的思维 更能够运用Steam的能力产生行动 加上人文艺术的关怀 让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帮助我们共同面对世界的挑战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荧光焦点 想知道更多教育不一样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古典音乐台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更多完整的节目讯息 请看资讯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